乾脆直接就寫個壞耳衣帽 反正你就是繼續跑吧 跑到什麼情況 所以你要確定說 當什麼情況停止呢 當然你邏輯判斷有幾種 當 is go 如果不等於負一的時候 不等於負一的時候 那就 append 但如果他等於負一就是 else 的話就是 break ok 這種寫法 不過後來我發現好像 這樣寫法好像有點 有點 有點多寫一行的感覺 因為如果另外一種邏輯 如果 ins go 等於負一的話 那就變成什麼樣 你就直接把它 直接把它 break 掉比較好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打一個 break 然後 else 就不用了 因為 反正他會進到這個邏輯 是因為當他負一 當他負一就已經 break 就跳了 ok 如果說當他不是負一呢 那個 append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清爽 有沒有 兩種寫法應該 邏輯都是對的 哪一種比較簡單 感覺這樣好像比較簡單吧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去思考說 程式兩種寫法都可以 但是哪一種比較清爽 感覺好像這樣比較清爽 因為我的原則是說 程式如果寧可少一行 也不要寫得那麼長 反正越短越好 ok 所以理論上這樣寫應該 ok 那底下的話 如果這樣子後面就簡易都不需要 所以後面我把簡易全部拿掉 這樣的話輸入應該就 ok 所以你會把我不用簡易 大概輸入一下 把成績輸入進去之後 大概輸入三個成績 最後按一個負一 他就應該是負一 負一他就會等於負一了 然後就 break 掉 break 掉就幫我統計出結果來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延伸到檔案 什麼叫檔案 一般的話輸入成績 理論上都是已經有人幫你 或者是電腦 像現在電腦用那個LB鉛筆自動月券 那如果說他已經有個成績出來了 給你一個檔案 那你只要把那個檔案 匯到python裡面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會有一個外部的檔案 那我就直接把它讀進來 那怎麼樣把它塞到串列裡面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為以後你很多情況都會這樣做 ok 那首先的話 我們第一個模擬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個外部檔案 不過外部檔案我們先模擬 假如說我在src上面按右鍵 你有一個file好了 這邊有個file有沒有 假設我這個檔案 自己先模擬產生好了 所以這個file 然後你就這個檔案名稱 比如說我叫英文 eng.tst好了 ok 按一個finish 就是在這個根目底下 產生一個文字檔 接下來我就在上面呢 就是模擬 假設我現在已經 輸入那個成績 不管幾個 假設它電腦產生 我假設現在模擬自己的電腦 ok 我就幫 改完成績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有這麼多成績 在哪裡呢 在eng.tst 把它存檔 save在這裡面 ok 那可是問題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成績 匯入到哪裡呢 匯入到score裡面去 如果score裡面有 後面就很簡單了嘛 其實畫迴圈這個就不用跑了 ok 怎麼做 基本上一 請各位 先試著把剛剛的畫迴圈改一下 然後二的話呢 就在這邊新增一個eng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如何把這些東西 讀到 我們的這個score裡面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要什麼 把它改成eng 直接讀進來 所以請各位自己在這邊按右鍵 新增一個file就可以了 那file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eng.tst 接下來我要在這邊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這個file回圈 其實你到那個print輸出結果上面這一些 通通都可以把它清掉 拿掉 ok 所以上面這些我把它註解掉 我先不要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只要呢 做一個那個什麼開檔的動作 那怎麼樣開檔 以下這些其實也可以先把它曼得掉 輸入結果 ok 我們就先把它塗進好了 好 那寫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 開檔 其實在那個python裡面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的話 前面先產生一個f物件變數 後面的話一個動作 open 它有內建一個方法叫open open很直覺吧 開檔 開檔 後面呢 有點其實跟那個 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檔案的名稱叫什麼 eng 點tst ok 後面逗點 那請問一下你要 檔案讀取的模式要是什麼 如果你要讀的話就r 如果你要寫就w ok 另外還有一個如果你要寫 而且是寫 不是w是複寫 如果你要寫到後面 append的模式的話 那就a就好 所以理論上 你大概檔案讀取大概這三種就很夠用 ok 大致上就夠用 ok 所以就這樣而已 你想說就這樣嗎 好 我們試一下 這樣就開檔了 再來的話開檔之後 你必須把開起來的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字串對不對 把它丟給一個s好了 s等於 f這個檔案物件 物件變數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讀那一行 讀那一行英文叫什麼呢 叫reader什麼呢 reader light 有沒有 小瓜糊 這樣就把那一行讀進來了 讀到哪裡 讀到s裡面去 這個是s裡面就是 乘積所有東西 所以你可以怎麼 假設你不確定 print print s就知道 這個時候有沒有讀進來 看一下 其實就這樣 有沒有 兩行 可不可以把資料讀進來 ok 有沒有發現 全部讀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以後 在Python裡面讀檔超簡單的 真的就兩三行就搞定 真的 看到傻影寫完了 以前的話寫一大堆 還不見得可以 把該做的事做完 好 以後如果因為像這邊有一行叫realize 如果你有很多行怎麼辦 很簡單 叫realize加s realize 好好記喔 對不對 ok 那以後如果你要讀全部的話 就不是line 叫read read就是把它全部讀進來 所以你要記三種方法 realize 單一行 realize 很多行 read 全部讀進來 還蠻好記的嘛 因為記這三種 都很直覺嘛 不用特別背它 ok 好 那我們用realize ok 可是問題來了 它現在是怎麼樣 是用逗點隔開 所以我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放到哪裡呢 放到一個list去接它 所以有點像怎麼樣 那個資料剖析 各位不知道你們用過 Esser裡面沒有資料剖析 剖析跟他講過逗點 那就就幫你把它分散開來 一個儲存格放一個資料 那其實這邊也有類似功能 那個功能叫什麼呢 叫split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切割啊 你就是把什麼 把scope這個名稱 因為它切完之後 特別重要 一定會放到一個串列裡面 切割完放串列 跟那個資料剖析一樣 那切的方法就是S S這個 這個資串裡面呢 有個 function 叫做split 切割 VBA裡面有個split 方法一模一樣 split S-P-L-I-T S-P-L-I-T 就資料剖析 刮鬍之後的話呢 給它什麼 給它斗點就好 意思說 你幫我 資料剖析一下 剖開來之後呢 幫我放到串列裡面 再來print它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scope裡面 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 資訊 有沒有發現 它就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 這麼多成績就丟進來了 OK 就完成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外部讀取的話 用這一招就OK 但是會有個問題 請各位注意一下 print的東西裡面的話 會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 因為經過split split是自竄變 自竄的 function 所以切完之後 也會是自竄哦 那你自竄 如果你要像我們要加種 有沒有 用sum 它是不允許的 為什麼 因為 你要sum的一定裡面是要數字啊 你怎麼可以給我一個自竄 我怎麼幫 不過它應該 我覺得它應該要人性化一點 那自竄你就幫我轉就好了嘛 明明知道裡面是數字 你為什麼不貼心一點 這一點VBA導比較人性化 VBA如果裡面放自竄 VBA會自動幫你轉 而且不會產生錯誤 這點我覺得 VBA比較有人情味一點 OK 所以什麼叫人情味 人情味就是 即便你犯錯了 大家也睜一點鼻子眼 那這是好事嗎 反正 有人覺得好 有人覺得不好 對不對 見仁見智 但是 以嚴謹度來看 大家嚴謹一點 可是有時候太嚴謹了 感覺好像寫幾層次 就是很多地方都很麻煩 所以怎麼辦呢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scope對不對 所以底下如果printl 上面不用寫了 所以輸出結果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我就直接把底下這個速解拿掉 那但是輸出的話 這個printl就不要了 有123行 3行OK了對不對 然後把它執行 當然理論上這樣的話會錯 錯在哪裡呢 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sum這個地方 因為你就不能怎麼樣 你就不能直接丟給它 你除非把裡面全部都轉成int 但是因為串列 你不能外面包int 因為你是很多個 你不是單一個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這個地方就要改成for回圈 for什麼呢 for i 好吧 in in for each in什麼呢 in那個scope 就是把那個scope裡面的每一個成績 是吧 先轉型之後再累加 可以 對不對 你不能說你直接scope外面發乾淨 它不接受 你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是一個串列 它不是單一個變數 那怎麼辦呢 我一樣把這個total 加等於 但是你要累加的話 因為它會把scope的第一個成績 先放i 然後再加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我用int好了 幫我轉成整數 裡面放個i 它就放一個進來 然後轉成int 累加 再放下一個累加 直到最後的維持 ok 好 這樣都特別注意 total因為是區域變數 所以記得 你必須要在total的 這個for回圈的上面 再增加一個痊癒變數 否則其他地方讀不到 等於0 先給它初始化 預設值給它 這樣就ok了 如果寫成上面這一行 只能夠放剛剛那個方法 就裡面都是數字 這個方法是文字要轉型之後再累加 ok 相對的比較麻煩 那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結果的話 就完成了 你會發現13個 所以用讀檔直接 統計還蠻快的 所以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們只要把上面先註解掉或刪掉 沒關係 然後阻檔的話就是f 等於open 這個哦 這兩個 然後read line 然後丟到s 用s裡面的sprint 切割放到score裡面去 因為是字串 記得最後這個要把它轉型在累加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所以這裡的話主要就是 怎麼樣從外部開檔 其實開檔在python裡面真的還蠻簡單的 另外呢 在python裡面 要寫檔也蠻簡單的 我剛剛講w就寫出去了 那你要存檔 比如說網路爬中爬 網路上的東西 寫檔也都兩行 你可以一直寫寫寫寫寫寫 所以你要做那個 檔案的分割合併 這其實真的也不困難 開檔寫檔大概就這樣子 甚至你可以寫出去 假如說網路上 比如說圖片也可以 只是說你要用image 寫出的話 就binary寫出去 也可以把它存檔 所以你用類似的方法 其實可以處理蠻多的事情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就增加三行 讀檔 跟切割 所以這個是開檔 然後讀那一行 並且把它split 切割 但是這邊可能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讀進來的資料是自串 串列裡面是放置 所以你必須要累加就不能用上 就變成你要一個一個讀進來之後 再一個一個轉型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OK 好 OK Delicious O OK 好